大家好,我是小宁 俗话说冬吃萝卜下吃姜 你年不用开药方 最近呀,我家超喜欢吃这种酱萝卜 今天把做法分享给你们 选择大白萝卜 先把表皮呢,给它清洗干净 咱这个萝卜呢,不是地里现拔的 难免觉得表皮有点不干净 就把它刮掉了 其实用萝卜皮煮水也是一级凉方 然后呢,把萝卜的头尾切掉 再从中间一切为二 再改刀切成小薄片 每一片呢,大概是这样的 两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太薄会失去口感 太厚呢,也不好吃 把切好的萝卜转移到大碗里 加上两小勺盐 下手给它抓揉一会儿 一定要让所有的盐粒都均匀地裹在萝卜上 然后放置上半个小时让萝卜出水 我们现在看一下 萝卜已经杀出了很多的水 这一步呢,同时能去掉萝卜的生色味 将萝卜放入凉白开中 瓢洗上几下就把它捞出来 千万不要浸泡过久 这一步的作用呢,是去除部分的盐 攥干水分放入盆中 下面呢,咱们来准备一个萝卜汁 200克的酱油,加上一点花椒给它煮沸 这一步可以激发酱油的香味 做出的酱香味会带着淡淡的甜香 而不是那种酸色味 再准备一点小米辣,切碎 小米辣放入萝卜中 再加上一点香菜碎 加入放凉的酱油汁 再加上50克的醋 咱做的是酱香味 所以酱油和醋的比例呢 大概是4比1 再加上一点糖补充回味 把它们搅拌均匀 量让萝卜都浸泡在汤汁里边 腌制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吃了 现在看一下,萝卜呢已经入味了 只要不接触生水 就可以密封放冰箱冷藏保存 吃的时候呢直接抓上一些就行 这样做的酱萝卜特别的脆爽 淡淡的酱香味 又融合了香菜独特的味道 加上小米辣的辣味 咸香脆爽,越嚼越香 喜欢就试试吧